欢迎来到预选赛第十二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兜兜 众所周知 史莱克一路过关斩将 已经获得了十一连胜 而苍惠学院才十一战八胜 这一群混蛋 本场比赛可能悬念不大 但我们还是期待一下苍惠学院能支持多久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双方队员入场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都要杀死他们 苍惠学院的阵型有点奇怪 预选赛至今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型 史莱克这边阵型没有变化 但此前一直在右翼负责快攻的 闽宫星魂师精灵脱到了最后 他们准备速战速决吗 今天史莱克派魂宗朱竹青 替代了苦珠星魂师将军 难道说苍惠学院在他们心中 甚至比赤果学院还要强大吗 好伞 这两次我们结下了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队的参赛资料 我宣布 预选赛第十二轮 史莱克学院对阵苍惠学院 比赛开始 你们过来呀 太嚣张了 我们直接上 别答应 听我指挥 集中 三少 让我们过去冲杀一阵不就结束了吧 今天仓惠学院的出场队员 有四个都是首次登场 这和老师给我的出场名单相差太大了 很好 看来小三也发现了 发现什么 大师 仓惠学院派出的队员大部分都是新面目 这意味着两种可能 第一 是仓惠学院准备放弃比赛 第二 是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 大幅隐藏了实力 他们特意将实力保留到了 跟我们史莱克学院交战的时候 原来你们史莱克学院 就是一群单小鬼 别轻举妄动 怎么回事 为什么史莱克学院还不出击呢 理论上应该先发至人迅速支撑 难道史莱克学院对仓惠学院还有所忌惮 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狼藉 很好 两军交战 最忌讳的就是大义轻敌 依你看 双方为何迟迟不交手 一定是唐三发现了什么不对 才没有贸然让队友动手 这孩子心知之沉满 真的不想之忧 可恶 我这样挑衅 居然还不动手 你的确很沉稳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战术技巧 都是徒劳 终于不在我一中了吗 西袖罗换镜 匪网 七尾一体五魂融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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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的力量 不是七尾一体五魂融合剂 这个大陆上还没有人能够完成 七尾一体五魂融合剂 这应该只是一种融合剂能的使用 嗯 这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大赛 真让我大开眼界啊 嗯 嗯 你们是初次品尝我们七尾一体五魂融合剂的人 也将是初次死在七尾一体五魂融合剂的人 嗯 闭眼 好惊人的力量 双方队员都失去了踪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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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吗 不一样吗 一个是五魂完全融合在一起升华的神迹 一个是借助各自的魂迹配合滑动的融合技能 那能一样吗 那小三他们能挡住吗 啊 啊 史莱克 今日 就是你们的紫禁 史莱克 在这痛苦的深渊中 无尽轮回吧 无尽轮回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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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啊 啊 啊 史莱克 大家 不对 那你说废话有什么用 这可是让出人命的 他逗你呢 他可是把小三当成亲儿子 一旦有事 怎会不紧张 你 你没看出 这个仓慧是用什么控制的吗 自己我同 和十年的梦魇相比 你们还差得远呢 你果然见过十年老师 看来没错 那东西在你这儿吗 竟然这样就到手了 你是想要杀我吗 就不怕打赛惩罚 在修罗幻境中 以我的手段 你们的死只会是个意外 是来客了 再见了 不可能 这是你们仓慧学院的左右鸣吗 你是怎么做到的 幻境是一种视觉的谎言 如果谎言被识破 撒谎的人 你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身体动不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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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 啊 呀 啊 啊呀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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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啊 heritage 咱们是藏会学院的学生倒下了 这个唐三 怎么回事 好 小三受伤了 原来如此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选拔大赛以来 最惨烈的一场比赛 史莱克学院获胜 啊 史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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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你怎么样 齐老师 您不必担心 我们是假装的 小三 你太狠了 那七个人怕是要废了 他们注定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也许下一次环境就会变成真实 三哥 我支持你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小三 你过来一下 沧桥学院的学生精神受到重创 医疗专家已经确认 他们不可能恢复神志了 小刚已经带着 其他比赛的成员躲起来了 你作为赛场上 唯一站着的人 要接受盘问 如果来调查的人 问场上发生了什么 我该怎么办 不知道 你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就跟在场的所有观众一样 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院长 您的意思是 辅老大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你别拆我台 小三 记住了没有 嗯 我记住了 好 一会儿你先去休息这条戏 必要时我会派人叫你过来 好 园长 组委会的人来了 这么快 都有谁 宁风之和萨拉斯 武魂殿和皇室的人 竟都参与调查 我们就认识了 我们就认识他们 弗兰德院长 你应该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吧 你们史莱克学院在比赛中 重伤仓仓辉学院学生 置其神志不清 你怎么解释 什么 仓辉学院学生变成了白痴 大人 仓辉学院虽身受重伤 难道我们史莱克学院这边不是吗 请不要厚此薄逼 别装傻 对于这种痛下杀手的行为 大赛必不轻饶 把参赛的学生都叫出来 我要一一盘问 把参赛的学生都叫出来 我要一一盘问 不 这不行 孩子们的伤势太重了 如果不及时救治 怕是整个浑石生涯都会受到影响 大人难道为了一次盘问 毁了他们的浑石生涯吗 竟然七个有六个重伤 不是还有一个站着的吗 那个叫什么唐三的是吧 把他叫来 这 这萨拉斯是铁了心要和史莱克骨 不及 好吧 二龙 去把唐三叫来 顺便让大师带一些 学院的甜点回来 好 学院哪有闲钱买甜点 莫非 两位大人 你们有所不知啊 这次史莱克学院学员 遭受重创 怕是之后的预选赛 都无法参加了 史莱克学院的伤亡 当真如此严重 再严重 也不至于像仓灰学院一样 变成白痴 身为组委会成员 我有理由怀疑你们史莱克学院 恶意针对仓灰学院 大人怎可妄下结论 大人还未了解真相 便那么急 要给史莱克学院 扣上一个罪名吗 是你们咎由自取 萨拉斯 是 小赛 你怎么样 院长 您找我 这两位是大赛组委会负责人 你和他们解释一下 和仓灰学院的对战中 发生了什么 是 史莱克 再见了 四季无头 身体动不了了 好 关键是一种视觉的谎言 如果谎言被识破 撒谎的人 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才不停 tattoos 兄弟 是 鼓子 还是 我们必须施一手重伤 我不知道 什么 不知道 当时我什么都看不清 只好胡乱释放魂金 等我看清楚的时候 他们已经倒在地上了 你什么 你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时场上就你们两方人 你怎么会不知道 院长 我 我是真不知道啊 兴许是仓回学院 自己被魂迹反噬 失了神志呢 你 够了 你俩少再让一乘一鹤 康三 你抗拒调查 史莱克学院涉嫌包庇犯罪 我宣布 史莱克学院从本次大赛中出名 大人 你这样任意武断 恐怕不合理法 这是我的权力 教皇令 萨拉斯 你枉为武惠圣殿 白京主将 建国长老 是由此令牌者 如同交往亲历 怪不得萨拉斯如此攻击 还请长老收回 长老 是我梦状了 这次调查就免了吧 我们告辞了 主教大人 您别急着走啊 再品一下我们的甜点 那可是我们学院赫赫有名的特产 主教大人 那封治也告辞了 那封治也告辞了 恕不远送 吕小刚 你居然和那个女人还有联系 不是 安荣 你误会了 误会 那个女人连教皇令都给你了 还有什么可误会的 那块教皇令不是他给我的 那还能有谁 这是小三的父亲给我的 小三的父亲 封好 好天